第2個 司陀咸果 異果 亦為一來 又明異果 什麼叫一來 他斷玉戒 九品司惑 終至前六品 司惑 比劍惑難斷 我們講煩惱集氣 司惑 五大淚 探塵千萬宜 這五種 這五種 法惠講經 方便喜見 將它分成九品 二果 聖人 九品司惑 前面六品 斷了 但是 後面 還有三品 那三品 所以 它還要來人間 和玉戒天 壽生一次 所以 叫 一來 就是 一度 往來 天上人間 一次往來 初果 是 天上人間 七次往來 二果 它只要一次往來 來人間 一次 然後 它就不來人間 它在 一式戒 四禪 天 修行 四禪 天 修行 四禪 天 修行 所以 叫 一來 一來 三果 阿拿含 三果 阿拿含 舊疫 不來 四禪 天 修行 新雲 這裏是 近代 的翻譯 將它翻成 不橫 而 不橫 就是 它 不到人間來 它要斷進 肉界絲或殘餘之后三品 他不再來玉界了 以後壽生則為色界或無色界升高了 色界是四禪天 無色界是四空天 他在裏頭修行 他不到玉界 玉界六層天他不住 人間同三惡道當然他更不會來 最高的四個阿羅漢 阿羅漢翻成殺賊 翻成應共 翻成畢生 他是斷盡上至飛上處一切絲或之聲聞成極果 他將見絲煩惱斷乾淨了 因為斷盡一切見絲煩惱 五種見華五種絲華通通斷乾淨 叫殺賊 殺賊是比喻 煩惱叫賊 他將它斷盡 不再受見絲煩惱干擾 記得小成極果 應受人天供養 故名應共 人天要受福 人天要受福 供養阿羅漢 阿羅漢是我們的福田 得福無受福 所以 他有資格 應共 就是接受 人天供養 於一生中 盡諸果報 任無如涅槃 不再來三界 故若不生 他永遠超越六道輪迴 不會在六道裏面 搞輪迴流轉 不會 他出來輪迴 去哪裏 去四聖法界 聖文界 就是十法界 他提升 六道是個夢醒了 十法界 還是個夢 所以六道是夢中之夢 這個夢醒了 還有一層 必須 再一次夢醒 他才真正 超越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 住在哪裏 住一真法界 諸佛的十部圖 釋迦牟尼佛的十部圖 華嚴經道講的華藏世界 靜道法身菩薩 靜道法身菩薩去華藏世界 蘇婆世界他不住了 他去華藏了 西方極樂世界 歐彌尼佛的十部圖 歐彌尼佛的十部圖 十部圖 極樂世界 在物中裏叫物嚴 其實是同一個地方 一處二二明 明清不同 是一個地方 這件事 我們要知道 所以 眾生真正是一體 靈驗經道 佛同我們講 這個世界 是 和你講真的 真的就是諸法實相 諸法實相 是什麼 是相似相造 不是真的 一切法的存在 我們現在講物質現象 精神現象 自然現象 通通是 相似相造 不是真的相造 真的相造 前念和後念完全相同 又跟你講 前念和後念不同 沒有一念相同的 它相似相造 念在一起 好像相似 實際上它完全不同 實際上它完全不同 美奈菩薩 在菩薩處代經道 講得清楚 和我們講 一壇子 三十二億百千念 每個念頭 就是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現象 所以念念成形 形皆有色 應就是物質現象 精神現象 戰異現象 物質現象裡有精神現象 色就是受想行色 色 物質是色 物質是色 受想行色是精神現象 色 和心 就是物質現象 和精神現象 是一致的 是一不是二 分不開 所以量子力學家 明白這個道理 和我們講 我們人 將它分成兩件事情 是錯的 佛法是正確的 佛法講五魂 五魂是一體 色受想行色 我們現在科學 色 將它分成物質 物理 受想行色 將它當作心理 色法、心法 分成兩個 所以兩個 就發生衝突 造成很多誤會 亦帶來很多災難 不知它是一體 現在先搞清楚 搞明白 搞明白之後 科學家提出 一個總結 教我們 以心控物 用受想行色 控制色法 為什麼 色法是跟著受想行色 在變 我們的心線 心慈悲 這個世界就變成天堂 我們的心惡 進造殺到淫妄 這個世界就變成地獄 所以 湯欣秘知道 這個事實真相 它要救地球 不想這個地球 在核武戰爭中毀滅 這些都是景徐心傳 它想出一個方法 令大家地球上的居民 都能回心轉意 斷惡修善 斷正心念 改邪歸正 這個地球就會變成非常美好 災難永遠不會發生 怎麼落實 落實在文化教育 特別指出 只有 中國傳統文化 和大乘佛法 可以做到 湯欣比講的 講得很有道理 有無用 有用 為何現在還這麼亂 量子力學家 少數人 他們知道 但多數人不相信 誰肯放棄自私自利 誰肯放下命文利養 誰能放下怨恨 誰肯放下 受敵 怨親債主 誰肯放下 真的 佛能放下 如能放下 度能放下 如適度能放下 如適度能放下 因為外陀境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放不下是迷失在虛幻境界裡 你不知道事實真相 真相確實在你面前 你看夜晚睡覺 人不用等死了之後 夜晚睡覺和死不是一樣嗎? 睡熟了? 什麼是你的? 有人將你身體抬走你都不知道 什麼屬於你的? 你能時時再如是觀念 時時想對這個世界的執著 佔游 控制 自自然然就淡了 不再搞假的了 行佛菩薩的路 這是真有智慧 真正有過悟的人他們做的 亦做得非常輝煌 做出偉大的貢獻 怎麼呢? 哪裡都不佔 裝而無裝 無裝而裝 不過他為何做憐憫苦難眾生? 就為了這樣 希望一切眾生離苦登落 他在旁邊幫小小忙 用什麼方法用教學? 適甘茂默法 港經教學49年做這些 方老師跟我說 兩百年前 中國都市鄉村 大大小小的寺廟 佛教的寺廟 沒有一間寺廟不講經的 法師都會講 我相信 為什麼? 那時候出家人不容易 要經過考試 國家考試 考試合格 發問憑給你叫道碟 你有道碟 才有資格出家 出家的資格是什麼? 上台講經去教學 你沒有這種本事 你拿不到道碟 所以 出家人 個個都是有道德 有學問 都能講經 都能說法 道碟 是清朝 信治皇帝廢的 他為什麼廢了? 我們聽過信治最後出家 那誰發道碟給他? 所以他把道碟 廢了 他可以出家了 這樣做 印剛大師有批評 在當時是有好處 好多人想出家 解放了 不用考試 都可以出家 但是留下的弊病 麻煩就好大了 兩百年之後見到了 毛病發生 出家人不懂講經 出家人不教學 信治皇帝想不到這一層 他為了自己方便 想得不夠深 不夠遠 現在怎麼好? 我記得 應該在二十年前 我第一次回國 在北京訪問 拜訪趙朴初老居士 我們是同鄉 見面非常歡喜 講到這個問題 我就跟他建議 國家辦一間宗教大學 宗教大學裏面 在北京的經典 他能講 他能寫 叫他寫幾本書 或者寫幾篇 講稿 這樣就能通過 恢復古時候 只要是宗教師都會講經 對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貢獻 經參法師是對 優命界有利益 對人間無利益 這一點不知不得 我們生活在人間要為人服務 死了之後去鬼道 和鬼道服務無所謂 不要隔一道 這一點要懂 所以我們在這裏 人做得不錯 做得很好 像個人 做出榜樣出來 來生就生天 為天人服務 在哪裏為哪裏人服務 這樣就對了 才能講得通 所以相是假的 相似相做 寧奇經道還有兩句話 跟我們講 真相是自心原諒 不斷折磨 這兩句話講得好 所有相都是從念頭生 這個大神經常常講 一切法從心上生 所以外面境界是相隨心轉 不是心隨上轉 是相隨心轉 相是不斷之無 它不可得 它頻率太快了 一秒鐘 我們照美奈菩薩的講法 一秒鐘 生滅幾多次 二千二百四十兆次 生滅 就在眼前 我們見不到 聽不到 六根都圓不到 事實真相 現在被量子力學家證明到了 所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 話講在前面 我覺得二十十年之後 科學家非常可能 將阿賴耶的三世相 都找到 這些是宇宙的奧秘 宇宙的這些奧秘 被揭穿了 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學 不是宗教 是高等科學 現前 年輕的科學家 幾乎都集中研究一個問題 念頭 念頭從哪裡來的 念頭是怎麼來的 念頭究竟 本來面膜是什麼 物質找到了 物質是從念頭來的 念頭能生 能現 物質現象 是念頭所生所現 所以它跟著念頭轉的 它不是固定的 而且頻率非常高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體會不到 四個 五黎三界 五黎三界 就是五黎輪迴 五黎六道輪迴 三界就是六道輪迴 它永遠脫離 它永遠脫離六道輪迴 我們再看下文 尚魂以上 念頭的註解 得四種聲聞果者 皆指斷話而言 都是指 佛在大小城經論裡頭講的 斷話 淨陣 這個畫是迷惑 實則諸往生者 識化菩提心 君是一佛城 所謂聲聞者 只是顯示其斷話程度 而作信俗之談而矣 念頭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好 將什麼 將小城的真相講出來了 如果不是小城 一般人輕視 看少它 讚嘆大城 貶低小城 這個都是嚴重的誤會 所以這一段講得好 這四種聲聞果是指斷煩惱 你煩惱一斷就往上提升 這就是張家大師教我的 放下汗破 五種見畫 就正特 初果衰逃緩 再放下 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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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便提升到二順 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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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講實話 真實法 真實法 每個往生的人 這裏講淨土藏修淨土的 修淨土亦要脫離六道輪迴 亦要脫離十法界 他點脫的 淨土法文非常殊聖 非常難得 不容易遇到 他是一佛聖 只要修淨土 一定要發菩提心 真正相信有 西方極樂世界 真正相信有阿彌陀佛 真正發心想求生 極樂世界 在現在講移民 我們從地球移民到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這樣就叫菩提心 這個心就是菩提心 真有這個心 真有這個心 對這個世界無留戀 念念向往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 那個人 在佛法來說 他是什麼根性 他是一佛聖根性 他這一生 絕對生到極樂世界 聖佛去了 不是聖文 不是聖文 聖文菩薩都不是 哪有人田 這句話 這句話令我們立刻 就反映過來 紀錄世界的 凡聖同居土 方便有如土 是佛的方便說 是佛從斷話 向上 逐漸提升 順序之談 而以 徐信眾生的 那怎樣 你能聽得懂 你會相信 你能接受 不是真實的 真實的一定要知道 遇到靜宗 你是什麼成分 一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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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做 真發心 對這個世間 有絲毫留戀錯了 所以在這個世間 第一個 放棄 命文 來養 放棄 五玉六塵 為什麼是假的 對自己 絕對有害無利 第二個 同一切眾生 不對立 這樣要放下 這樣就是 真正 少哉 真正化解 冤親 債主 我和冤親債主 都不對立 怎麼不對立 我們每日早晚做功課 拜佛誦經念法 最後回向 一定回向 冤親債主 希望他們 得到 阿彌陀佛的加持 亦能念法往生 極樂世界 好啊 不要再做冤仇了 你要什麼 我有的給你 不要計較 這個世間 什麼都是假的 能捨得 你要我命 我都給你 為什麼 我去極樂世界了 命都不要了 何況其他的 所以 哪有不捨得的 有不捨得的 就麻煩大了 沒有辦法離開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的事情 通通捨得 所以 在這個世間 但起心動念 真正是為 利益 地球上 一切眾生 我們這樣想法 不想別的 真正對大家有利 我們做 有害的 絕對不做 希望幫助地球上 眾生覺悟 那給什麼都重要 再幫助地球上 眾生消災 免難 希望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 能永續 生存下去 不用被破壞 地球上的居民 那些眾生 都能享受 一生 幸福 美滿 快樂 我們遇到有緣 可以做 盡心盡力幫助它 做完 怎麼不放在心裡 轉不居共 我做了幾多好事 積了幾多功德 沒有這個念頭 是真功德 有這個念頭 是假功德 假功德有果報 人天福報 真功德 幫助我們提升到 上浙江淨土 正德 究竟的法身 這樣好 沒有比它更好 所以 不知道不行 不清楚不行 真正搞明白 真正搞清楚 先能 萬元放下 你一生 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絕對沒有傷害眾生 每個眾生都喜歡你 每個眾生 都願意接近你 發起充滿 第一下講 阿維悅志 有作阿皮拔志 彌陀經道 就是阿皮拔志 在這裏念 阿維悅志 阿皮拔志 是舊譯 佛經的翻譯 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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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狀大師以前 都叫舊譯 舊譯 原狀大師以後 叫身譯 身譯 身譯 是 阿維悅志 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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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皮拔志 狗譯 同一個意思 這句話 的意思 是從燕譯 過來的 它的意思是 不退轉於 乘佛道路 我們走的是乘佛之道 沒有 Chelsea 沒有走錯 沒有走瞥 沒有後退 沒有後退 阿皮不知 就是不退轉的意思 你行的是正道 小本 持因疏弱 阿皮不知者 阿不知言無 皮不知言退轉 故大品驚雲不退轉故明阿皮不知 這道經和論 都講得很清楚 解釋得很清楚 二是是不退轉 這個不退轉裡包括三個不退轉 不是一般的不退轉 這裏有解釋 我們跟著看 經一大雅僧其劫 修行之菩薩方至此為 阿慧悅志不簡單 菩薩要修行 一個大雅僧其劫 先能得不退轉 可見它不容易 小本經裡 但正土飯門 大義於是 正土飯門裡 跟一般經論不同 小本就在《阿彌陀經》《阿彌陀經》說 《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彼佛智》 這麼著數它就淨得 一往生就淨得 這麼弱 我們這部經本《無量壽經》 經文上寫的《未得阿為穴智者則得阿為穴智》 這裏和小本《彌陀經》道講的完全相同 證實這件事情是真的 絕對不是假的 我們非常幸運遇到這個飯門 用《彌陀要解約》 阿彼不知 此魂不退 下面舉出 一 一 為不退 入聖流 不度凡地 二 行不退 行道生 不度易成地 三 念不退 心心流入 殺婆若海 殺婆若海 它裏頭有這三個意識 必須三個意識 通通具足 先稱之為阿彼不知 非常不容易收得 一般菩薩 成法 時間 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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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淨土飯門 一生 完成 不用感受 感受 感受 好辛苦 遇到這個飯門 信 願 慈明 生到極樂世界 就得到了 它不是靠自己收的 完全靠 阿彌陀佛 四十萬願 無量極修行 功德的加持 幫助我們得到的 阿彌陀佛幫助我們真能得到嗎 真能 為什麼 憑什麼 因為 你本來是佛 就這個道理 所以 它才能幫得到 如果你本來沒有 幫不到 你本來有 這樣就好做了 好像我們一個人 去外面旅行 身上沒有大錢 那個朋友好聰明 能在銀行 提錢出來給你 供你消費 為什麼 銀行本來存了錢 所以它能提出來 如果銀行裏頭 你沒有存款 任何人都沒有可能 幫你提出來 就這個意思 所以慧能大師 和我們講的 我們要記住 它建成了 聖點 它講了五句話 第一句 本自清淨 沒有污染 自稱清淨 第二個 本不生滅 不生不滅 第三句最重要 本自 具足 具足什麼 具足 無量自衛 具足 無量得能 具足 無量上好 換句話說 在上好裡頭 就包含了 無量財富 你自稱本自具足 你自稱本自具足 所以阿彌陀佛 輕易就拿來了 給你享受 你自稱本自具足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知道 它就能拿著你的密碼 去提款 供養你 我這個比喻 好淺顯 你能體會到 事實 真是這樣的 自稱本無動搖 本無動搖 就是自稱本定 真心是不動的 會有波動現象 有生有滅 這個是妄心 真心不動 所以點見真心 收定 定點收法 高級的禪定 眼在 色塵裡頭收定 眼見識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是胃 如如不動是定 就是絕對不受到外面境界干擾 它一點都不干擾你 明白是胃 如不動是定 定為相受 定中有胃 為中有定 以在音聲上授 被在氣味上授 舌 在飲食上授 酸甜苦辣鹹 是能便味 以從喜心動念上授 不動 記住 清清楚楚 如如不動 這種是真智慧 看得清楚的時候動了心 起心動念 這樣不是智慧 這樣變成智識 波動的那種心 生知識 不生智慧 智慧一定是清淨心 平等心 清淨心是小定 平等心是大定 平等是無分別 清淨是無嚴護 就是不受它干擾是清淨 平等是無分別 為何無分別 一體 整個宇宙 老子都講得很好 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一體 佛法講 一切化從心上性 六祖慧能同我們講 何其智性能生萬化 智性就是真心 整個宇宙是真心所現所變的 一體 真的是一體 所以用愛 不要有怨恨 怨恨的人 和我亦是一體 真正明白了怨恨就沒有了 所現的是大慈大悲 對怨恨的人 對仇敵 都生持悲心 沒有怨恨心 那些 做錯事的人 可憐敏者 他迷惑 顛倒 迷失智性 先做這麽多 感不善業 將來怎麽呢 感不善果報 在三途 所以他很可憐 你連吻他都來不及了 你怎麽會怨恨他呢 那麽是一般世間有人不知的 真正學佛的人明白 所以有人講真學佛的人吃虧 處處要吃虧 要受罪 不是的他看錯了 他在這吃虧 他在這受罪 真正修行人不放在心裡 他怎麽吃虧 他心還是清淨無嫌 如如不動無動 所以他的心 充滿智慧 充滿幸福 真正流露出來的是福慧 這一點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 這三不退 第一個衛不退 是阿羅漢 入聖人之流 他不是凡夫 稱為聖人 第二 第二 行不退 行是指菩薩行 就是道眾生 教化眾生 好似釋金牟尼佛在世 四十九年 日日講經教學 那就是行 行就是他做的事情 他做什麽 他完全教化眾生 新行然教 教化眾生的事情 他全部做到 做出榜樣給人看 人家才會相信 自己做不到不行 要做到 能寫身 身都能寫了 何況是財 何況是物 人 執著 頭一個是身 有身才執著財 才執著物 物是他享受的 通通能寫 通通能寫 沒有一樣不寫得 行行道生 就是講 他不會度到義成 義成是智利 不利他 也就是不主動教人 阿羅漢 你向他請教 他亦有慈悲心理教你 你不向他請教 他不會主動教你 菩薩不同 菩薩遇到眾生 主動去教他 菩薩有神通 能見到那個眾生過去世 生生世世 累積下來的業 所以說法好契機 所講的 他前世學過的 不難懂 前世未學過的不講 為什麼他生疏 聽不進去 這裡是講行不退 第三個念不退 心心流入 薩婆若海 什麼是薩婆若海 薩婆若海 薩婆若是 凡語 海是比喻講大 翻成中文意思就是 一切種字 薩婆若是一切種字 一切種字就是 自性本具的智慧 一切種字就是 大自衛 無有窮盡 這就是 如來 果海 究竟 果衛上 自衛之海 其中 值得 將 完成 彼此 susten 這裏 也有 跟我們 說明 別教須登初地 天台大師叛教將釋迦牟尼佛一生所教導的 分為四大類 小成 大成有別教有通教有原教 加上前面小成叫四教 四教裏面你看別教初地 正德三種不退 別教須登初地 原教自初註 懷疑是原教 初註菩薩就正德 破一品無名正一分發身 方能相捨而變全歸中度 念念流入薩婆若海 真放下了 捨就是放下了 二邊是什麼對立的 就是邊見 我是一邊 它是一邊 二邊寫了 什麼境界 就是講一體 老子莊子 是這種境界 天地與我同近 萬物與我一體 我和萬物是兩邊 我和萬物是兩邊 全歸中度 中度也是個抽象名詞 亦不好執著 執著有個中度 你又落到兩邊 所以二邊不立 中度不存 完全回歸至聖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到這裡 每天的唸久 都會惹難 這場太天 也真是拍子 為了 雲